各位观众大家好,今天是2020年9月18日星期五,欢迎您收看今天的《轮眼看世界》的VALSE节目 这个很多人看到今天这个美国商务部宣布特朗普对于微信和这个TikTok禁令会在周日夜里生效之后呢 就跟我说说啊你之前你发过一个这个视频你当时说这个微信绝对不可能被禁的那现在被禁了这怎么办你怎么解释啊就让我这回复两句 我呢不会说把我之前说过的话呢就当做没发生一样丢不起那人真的啊 我现在我就给你找出来这个确实我86号这么说的历史为证微信被禁不可能实现啊 我说的是实现我并不是说这个这个禁令它什么时候实现呢周日晚上实现周日晚上真的实现的话我会给大家做一个交代所以你不要着急对吧 我不是那像有的这个自媒体人呢哎呦说完话就跟放屁一样这个该道歉的啊什么当时亲眼单说这个道歉这就不吭声了对吧 咱不会这么干的你放心虽然我的这个预测一向非常准到现在为止只有一个没有预测准就是香港去年的这个议会选举我是预测错误了我也给大家这个道歉了对吧 甚至都自己这个打脸了我当时在这个是在夏威夷在夏威夷的那个火山口里我都被打脸了就发给大家过视频所以呢不会给大家赖的但是你再耐心等一等再等两天多行不行还毕竟没有实现的对吧 星期吃到热豆腐我为什么我这么说呢就是因为我今天我要再给你录一个视频是这件事情呢有没有转机 有可能有转机虽然呢我不敢说这个非常有把握但是呢我今天给大家看的什么呢 这个是美国的这个商务部的网站上今天发的这个最近新闻就是具体条文这个商务部部长罗斯说这个从20号开始下面这些行为啊什么微信啊TikTok都不能弄了 具体你看一下条文当然一句话呢就是说你之前如果下载的话还能继续使用 但是你不能再重新下载或者说升级了没关系这个我为什么说有可能有转机呢给大家看一下这个一个美国联邦法官的这个网页啊 他叫什么呢叫Laura Beeler这个Laura Beeler呢他是旧金山法庭的这个联邦法官 而且呢他是这一次这个很多在美的这个华人就是撞招撞告美国呃政府就是进这个微信的这个案子的他要是授权的他要做决定的 然后呢我现在给大家说一个这个我也是一个朋友呃发达这个呃还是有一定可信度的 我不能说是完全是微经正式的小小消息就是9月17号昨天的时候呢这个听证会的时候啊法官就是这个法官呢 昨天已经有一场听证会了他开始呢表示倾向于这个呃签发一个预先禁止令预先禁止令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还没有禁呢这个直接呢提前给你禁止令终止特朗普的微信禁令 但是特朗普方就是说这个美国政府这一方辩解说说哎呀这具体的实施调控还没有出来呢 不会影响用户权限的你这不要禁我们暂时不要禁我们这个法官就说啊好收到了 但是呢今天早晨的时候这个美国商务部部长这个Ross这老头不是宣布这个全面封杀了吗 屠刀落下在周日也就是说呢等于这个法官呢被这个特朗普政府给忽悠了一下 缓兵之际昨天呢让说你先别发禁令 结果呢法官就说啊好暂时先不发今天早晨的马上就是突袭说这个周日晚上就全面尽封 呃今天紧急听证啊 然后法官说呢他呢这个就差千字说微信用户这个呃 就差千字说微信用户这个呃来早这我不太清楚急呃暂时驳回用户动议 为什么叫暂时驳回用户动议 他为什么要驳回这个呃这个呃这个用户的这个告状呢 因为呃局势突变之前计划命令呢不能再发了 就是说他之前这个法官计划想要这个呃终止这个签发的这个呃禁止令呢 他没法发了为什么呢因为形势变了形势变了是怎么回事呢 这个程序上的原起诉书没有这个商务部命令的内容 也就是说中国这个在美华人之前不是有个起诉书告美国政府吗 就说他们微信这个禁了 那个起诉书上呢并没有写这个商务部的命令 但是今天早晨是商务部突然袭击 所以呢这个法官说如果就此发布裁决 恐程序上不合对抗性原则 就是说你在这个程序上要对抗性 就是说你这个起诉书必须是完全针对跟你对抗的那一方 而现在呢这个对抗的那一方是变成了这个商务部了 已经不是这个特朗普了 就是有点变化这游戏就不太清楚 所以呢诉讼双方与法院讨论后的决定 9月18号下午这个 微信用户将修改 诉状与动议 也就是说现在这个 呃告状方在美华人这一方呢 会修改诉状 这个呃 与动议增加 这个Ross全部封杀的新进展 与时俱进吧 然后这个特朗普与Ross呢三个小时后会回应 然后这个9月19号周六下午这个一点半继续停整 呃有一个这个Zoom这个呃 网上会议的一个这个链接我到时候给大家发到下面 其实啊也不用发了他这个链接就是 等会就能看到有一个这个Zoom的这个链接 你倒是用这个Zoom的链接进去之后呢 就能够看到 这个明天下午 呃特朗普 呃不是这就是这法官 来专门审这个事情呢 但是你注意啊 这个法官禁止拍照录音与录像 就是你自己看就行了 在Zoom上看就行了 你别这个偷偷录音 不然的话是这个有可能 是违法的 然后我们看 这个是他schedule 而这个联邦法官呢 大家可以看一下 在wikipedia上呢 他是这个在2010年的时候 这个被任命的 呃2010年的时候任命的时候 大家也很清楚 是这个民主党的这个奥巴马总统 所任命 所以他肯定是一个倾向于这个民主党法官 这也是为什么在美华人 就是选择让他来受理这个案子 因为他法官本身也是有倾向性 让他来这个受理呢 更有可能打赢这个官司 而如果你是找一个这个共和党 这个总统任命的话 他也可能比较保守 就直接呢就判你输了 而今天的这个路透社 还有一个最新的消息 就刚才跟我说的一样了 就是美国的法官呢 已经设立了这个最新的 这个听证会的时间 呃要求阻止这个商务部的微信的命令 现在就改成这个商务部的微信命令 然后他下面说的就跟我说的一样的 就是这个法官 这个Laura Beeler 他呢会在明天下午的时候 也就是说周六的下午 进行一场这个新的听证 而且呢他也是要求这个微信用户 这个原告方的这个律师呢 重新弄一个修改的这个上诉意见 在这个周五晚间的时候 现在呢应该已经这个弄得差不多了 而且呢在这个修改意见里面 必须得有这个美国商务部的命令 然后明天下午呢 这个四点半 这个四点半呢是这个东部时间 而在当地时间 就美国西部时间旧金山那方呢 是下午一点半 所以到时候呢大家可以 就是通过这个zoom的链接 来看一下到时候是怎么讨论的 然后这个联邦法官也说呢 说到时候他会决定是否 就是阻止商务部的这个命令 生效 也就是说提前一天多 然后他说呢这个实施是在周日 所以呢我们需要来讨论这个问题 就是说从现在到这个明天下午 来讨论这个问题 就是及时讨论 然后做出这个裁决 所以到现在为止呢 其实这个严格来说呢 这个微信金铃还没有实施 毕竟时间还没有到 还需要这个 再等两天多 两天多的时间之后呢 再来看会不会真正的实施 好的 今天就给大家说 说这么多 非常感谢收看 如果喜欢的话 欢迎支持听我的频道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